好 请看数的运算规则14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我们要算这个5加3括号乘以负7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分配率 首先来看这个甲加以乘以饼 那我们这个可以怎么算 我们可以把这个饼呢 把它乘进去分配进去 所以等于第一个叫做甲乘以饼 那中间是加 那你就写加 加多少呢 加上以乘以饼 等于把这个饼呢 把它分配到括号里面去 是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想 假设这个题目 三角形加圈圈乘以框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框框呢 把它分配进去 分配给第一个叫做三角形乘以框框 中间是加你就写加 加第二个是什么呢 圈圈乘以框框 好这就是在数学上呢 这样子的一个规律 我们叫做分配率 这样子算呢 算出来答案都是一样的 这叫做分配率 好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呢 题目我们可以这样 把五呢 把它当成三角形 把三呢 当成圈圈 把负七呢 当成框框 所以呢 这个负七这个框框就可以把它分配进去 把它乘进去 所以这个等于三角形乘上框框 然后呢 加上这个圈圈呢 乘上框框 那这个三角形是多少呢 三角形就是代表五 框框就是负七 圈圈就是三 框框就是负七 好咯 我们现在遇到整数的乘除的问题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旁边的笔记栏给大家复习一下 关于整数的乘除呢 带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叫先算符号再算数字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符号算的规则是怎么样呢 正正得正 两个正数乘起来 得到的是正的 负负也得正 两个一样的乘起来就会变正的 还有呢 正负得负 一正一负乘起来变负的 负正得负 大概分成这两类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回到题目来 五乘以负七 先算符号 正负得负 五七三十五 好算出来负三十五 加上第二个 三乘以负七 正负得负 三七二十一 好咯 这个算出来等于多少呢 欠三十五 又欠二十一 反正算出来就是欠的 欠的多少呢 三十五加二十一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等于 欠五十六 就是负五十六的意思 好咯 这个就是乘法对加法的一个分配率 这边比五十六 好咯 咯 咯